随着主题教育持续走身走实,信仰之火在官兵心中熊熊燃烧。 这段时间,海军航空大学党委机关及直属中心100余名官兵赴刘工岛政治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,在追根溯源中强化血性担当。 海军航空大学在开展主题教育中研究最多的是如何完成转型任务,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。 他们将一批备战急需官兵急盼的问题挂单列仗,领导干部逐一对照任领,带头攻关破题。 前不久,大学还邀请作战部队开展联合演练,党委成员上战机进战位,带动部队心无旁骛谋战延战。 充分发挥部队加院校的双重特性,把训练场与三持讲台对接起来,把教育内容贯穿到训练环节,把课题研究延伸到关键站位, 引导官兵在真打实训中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,更加坚定自觉的忠诚核心,拥戴核心,维护核心,捍卫核心。 在东海某海域,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部队组织舰载直升机、反潜巡逻机,展开跨周夜长航时反潜训练。 他们突出心智心域抓舰卫战,部队实战实训持续深化,引导官兵把理论认同转化为投身强军的澎湃动力。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目的全在于运用。 在于联系实际解决问题。 海军某潜艇基地设置现场授课、法规宣讲、专题分析等多个环节,围绕12个重大理论课题和部队建设难题进行研究阐释,进一步理清筑魂、谋战、抓舰、强能、思路举措。 我们要在原原本本、不择不扣学好规定内容的基础上,自觉把学习自效转化为坚定理想、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。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把突出问题导向、历届形式主义作为主要抓手。 领导干部深入一线展开蹲点式、解剖式调研,召开问题台帐清零推进会。 通过明确党委机关工作责任、层次和时间节点,推动问题清零,打通工作落实的最后一公里。 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、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。 深化整治、形式主义玩极故障,推动建立、问题整改、长效机制。 为务实担当者消痛点、添动力,立起了务实担当、实干新军的好样子。